今天呢我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分享嘉宾 他们呢一位呢是一位律师 他呀是四川红旗律师师傅社的创办人 他从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用了劫师 然后啊他曾经呢是一个川级员员 他的产品在他身上发生了很神奇的一些效果 那那么到底又是为什么这么一三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绝世的老会员吧 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样子我们还是请他出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有请我们的萧律师 嗨小律师 你好 主持人带着你好 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好的 做这个介绍 主持人带洪你好 全球的杰斯家人们好 我是第四次在入谋会议上和大家见面了 可能认识我的和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杰斯故事 我是肖应雪 我是中国四川成都红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这个事务所呢也是我 这个创办的 我从事律师工作32年了 首先呢我和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我和杰斯的结缘 说起来呢我也是杰斯的一个消费老者了 在2013年底金闺蜜加同事曼霞给我介绍了杰斯公司及其产品 源于对他的信任 我毫不犹豫的就下单了 现在想起来就是简单相信没有怀疑 更没有纠结 记得当天闺蜜就把他的自己的配权和护肤品借给我了 大概晚上九点过的时候我就开始使用这个外用护肤品 但是呢不到十分钟就开始反应了 那个速度那个强度真是让我措手不及 我赶紧电话闺蜜然后拍下那个我当时的那个反应的照片发给他 他也懵了 让我赶紧停止使用 然后呢第二天整个团队就炸锅了 因为我们这个大象团队在之前呢 还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反应如此强烈的这样的案例 大家心里都没有输 后来其实我知道应该当时全球的杰斯家人中 有我的这样反应如此强烈的案例也不算多 当时有我劝劝我暂时不要用 也有说没事这是排毒反应 也有人问你是不是以前用过一些质量不好的护肤品 当时我还访问说我能用委内产品吗 心里非常的不痛快 但是呢今天伙伴们这么一提醒呢 我倒是把我曾经的一段 长达有十年的戏剧油彩妆给忘了 我做过十年的川剧演员 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演出 毫无疑问 几十年前化妆使用的颜料 那绝对是含鲜含骨 含重金属等化学成分的 我在想 是不是这个杰斯产品给我当年的油彩 脸上留下的隐患毒素 帮我再排出来了 冷静思考后 我决定继续使用 我白天戴着口罩出门工作 伙伴们啊 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戴口罩是常态 那个时候戴着口罩出门 真的 就是路过的人 跟我迎面走的人 都像有点都是头来异样的目光 看着我 心里特别不自在 又持逢要过年了 以前呢 又和朋友约好的春节过去 春节出游去 哪里玩哪里玩 这些所有的行程安排都泡汤了 其实心里面真的是很痛苦 但是呢 我就是一员 也对你闺蜜的信任 我继续坚持用 晚上呢 我洗脸后 就胶剔涂抹 配拳 精华露 晚霜 就这样 在第21天的早晨 醒来 摸摸自己的脸蛋 整个脸光滑 吸引人 小了一圈 我好高兴 赶紧用手机 各种拍 发给小伙伴们 分享我的关系 其实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那21天的煎熬 各种后果都想过 甚至想到 可能这辈子 我这张脸 要被毁了 我 我这张脸的那个蜕变的 纠结的过程 应该我们很多很多小伙伴都 看到了这几张照片 当时 这几张照片 在我们的 团队和团队以外的伙伴们 他们的 这个圈里面流行 其实当时心里面还有些不痛快 因为自己是做律师的嘛 老是觉得这张脸看上去特别不好看 其实可以用面目可真来形容 有一天还接了一个小朋友的电话说 你在干嘛呢 就是说他骂我 你干嘛呢 你看你那张脸到处 到处在 在像打广告一样 其实心里算不痛快 但是呢 仔细想起来 其实 我这样 也是在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其实真正的也在成就自己 也就一下子就想通了 我现在呢 很自豪 也很自信 真的是感恩结识 让我旧冒换新年 我今年已经整整的58了 也就说明年的现在我就59了 按照过去就古代的人说 我是年过半白的垂老人了 但是呢 我很自豪 我也很自信 有了劫师为我护航 我从来没有认为 我是一个年过半白的老人 不过呢 群里面的那个 入幕户上的小伙伴们 你们看一下我 我也不像58岁的老人吧 对不对 好的 这就是我对 我和劫师的结缘 和我的 就是 劫师的这些 就是整个蜕变的过程的 肤浅的一个 那个分享 谢谢主持人 那我听 小姐讲 就是她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劫院了劫师 她用自己亲身的 见证了她的产品 如果私下方便的话 到时候真的发一下你那个照片 让我们全国全球的劫师家人去看一看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那本来你是一个劫师的老会员嘛 就是用好产品就行了嘛 那为什么现在又觉得要去分享这个劫师了呀 已经是七年半了 其实我完全还是一个 其实我完全还是一个劫师的小板 所有的劫师对我 对我来说 什么高科技生物产品 什么干细胞啊 什么那个水通道啊 所有所有的关键词这些 对我来说 我一问三不知 更不要说最最最简单的 自己动手下单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真的要对我的推荐人慢 说一声对不起 感谢你的不厌其烦 才没有让我与劫师插肩而过 我用了这么多年的劫师产品 自己都是和家人分享 我和家人 都是劫师产品的极大的受益者 但是几乎我是没有和 别人主动的去分享过 那些所谓的面子啊 不好意思啊 担心别人背后说 我是搞什么消什么消的 负面的想法 一直障碍着我 与劫师 遥不可 更不要说什么 在朋友圈去分享劫师了 我为什么要 现在要去分享劫师 而且是做到了 可以形容是 分种相高去分享劫师呢 就源于我去年 也就是2019年的10月 我参加了 这个劫师的 在曼谷举行的 全球十年年会 在会上 我看到了大爱的老板夫妇 我目睹了全球顶级的科学家 还有那么多我认识不认识的 优秀的 钻石绿宝红宝蓝宝们 其实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精英 他们的格局 他们的眼光 他们为了更多的伙伴 与劫师结缘 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应该是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什么赚钱的商机吧 那一定不是的 他们一定是 读懂了劫师 看懂了劫师 而且他们的格局 已经是超乎于常人 这种高度和宽度 他们在堂堂正正的 在帮助别人 在成就自己 所以我从曼谷回来之后 我深思熟虑了几天 我决定我要给自己重新定位 我要让自己成为劫师人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 劫师的劫粉 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 普通的消费者 我要做一个消费商 我要把这个劫师 作为我后半生的视野 从此我要让我的生活劫师化 劫师生活化 其实一番雄性壮志后 我又傻了 整个的所谓的这些名单 电话呀 谈单八步骤 ADC反正我都记得 拱瓜烂熟 可是一旦拿起电话 我就找不出北了 我真的怎么办呢 我事来想去呢 我就找到了朋友圈 所以说我就 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每天滚动的播出朋友圈 在朋友圈里面 滚动的分享 结识的资讯 我也纠结过 我想可能别人会反感我 可能别人会觉得我在搞什么 消什么消什么消 但是我想了一下 其实你只管根源不问收获 你坚定了你自己的信心 你有想做什么 你就自己做什么 有一天你会你的付出 你的根源 它自然而然会得到回报的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刚才听我们小姐 就是说 她分享这份结识的事业 因为她是有那份爱 她想把这份爱 传递出去 也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分享 让更多的人 获得更多的爱 获得更多的收获 那小姐 除了你上面的两个问题 那除了在身体上的改变以外 事业上的有一种想去分享 你还有什么样的收获没有 我收获可大了 主持人 刚才说到我除了收获了身体的健康 还有我收获了家人的身体健康 我的家人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女儿 我的女婿 我弟弟 我的弟媳妇 我们全家人都在用 杰斯的主打产品 就是配权精华和AMPM 这是第一个我们身体上 我们身体上的那个 就是说健康上得到的收获 还有更大的收获 是我收获了坚定 我收获了信任 我收获了别人对我认可的 这个眼光和肯定 还有呢就是我收获了 在这当下 疫情 势烈全球 我们每个人做不到独善其身 但是我们跟普通人相比 我戴着口罩出门的时候 我收获了一份 他们没有的那种安全的 和淡定从容 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小姐的分享 她不仅仅收获了健康 并且是自己的家人 得到了更大的健康 也收获了她那份从容 和那份淡定 让她重新 持航了第二次事业 好 今天谢谢小姐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大爱的传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